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人的李国庆 由于英国流欧机会增加 风险为蓝也会升 今天港股强劲反弹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亲吻流欧 没讲这个题目之前 先看看恒生的指数 全日恒指反弹了340点 收报20510 但是要注意 今天的成交不活跃 只有550亿 较上个星期五是少了11.9% 反弹成交缩 反映出虽然市场对流欧机会增加 风险为蓝回升了 但是不敢全面入市 集中只是买一些部分受影响的股份 这件事还是有些隐忧的 好了,讲回今天的题目 亲吻流欧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欧洲原来很多城市 发起亲吻流欧 这个爱心运动 英国的民调也显示出流欧的机会 现在是增加了 其实自从上星期四 英国流欧派议员 巧克斯被身亡之后 市场都已经估计了 流欧的机会都会显著上升 结果星期二日公布的民调 亦都真的看到支持流欧那边 开始追回上例 有部分民调甚至看到流欧那些 是胜过脱欧那些 不过根据FT金融时报的网站 有一个叫pool of pools 就是综合了这么多民调的结果 就反映出 流欧remain 脱欧leaf的 其实都是44% 对44% 就是打和 不过这样 英国的博彩公司 就看到流欧的赔率 再进一步下跌 就是觉得流欧的机会很大 跌到大概1.3以下 就是一倍1.3或者更少 反映出博彩公司觉得流欧的机会很大 这样的消息就会刺激到 今天一开市的时候 不是股市开市 当然是汇市 因为汇市是24小时交 英镑今早一开始就高升 然后就大上 看到这幅图 英镑今日最高是去到1.4672 挨近1.47边 突破了一个下降轨 你看到图中 看得到下面1.4就支持 上个星期四 在巧克斯遇袭身亡之前 曾经跌下去 挨近1.4 那时候就很害怕 结果跟着就出现了一个 180度转变 英镑反弹 上星期五开始反弹 今天再升 如果它能够冲破1.48 那当然 就是说断口机会很低很低 農口机会很高很高 那就离好了 如果不是 现在就在这儿增持 增持 等到这个有投票结果为止 那今天这个英镑 上升了之后 股市也都开始做好了 你看到欧洲股市 普遍都达2.3% 英股现在达2.6% 没有了 特股 反彈近3.5%的 收報49.35 你亦都見到它是一個賭股底的形態 跟德股很接近的 列口上升了 如果你說英國真的不脫歐的話 回風當然會很受惠 可以有機會重回到50元以上的 不過今天升幅最大又不是它 如果你受影響得比較多 其實渣打呢 今天反彈幅度更大 挨近8%的 收報61.6% 你看得到也好像一個賭形底的形態上來 又是如果英國不脫歐的話 渣打隨時有機會突破5月高位 5月高位是64.5 有機會衝到65元以上 另外一種受影響比較大的 就是電能今天都顯著反彈4% 看看恆指 現時今天剛剛反彈反彈 最高的位置今天見過20551 就跟6月15號高位2053差幾點 那估計現在歐洲理想之下 明天有機會是上衝的 上衝之後呢 剛剛就遇到三條平均線 10,000、25、10,000平均線在這裏 最高那條就是10,000 就是20679 估計明天有機會 都是上破到這個平均線的 就開始回補這個下跌列口了 這個下跌列口呢 這個頂部呢 就大概21,000區 這個當21,000這個呢 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如果能夠上破就離好 升破不了的話呢 就橫行 等星期五有結果為止 好了那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